词曲 李宗盛 没有 是分类的习惯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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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2006年度人口普查显示 居住屯门区的人口高达502,305人 作为新市镇 屯门土地的主要用途是用在住屋方面 它拥有一个堆田区 位于黎湾 占地110公頃 是屯门总面积的一成多 就黎湾的情况来看 堆田区的饱和度已经超过九成 可见新界西的居民产生的废物量相当惊人 要跟着这个问题 每个人的努力都不可以缺少 就好像领南大学在本年度所举办的 绿色领袖计划 就是强调 由个人的力量 令到环境问题得到改善 每个不同年龄层的人士 都可以为环境出一分力 交流一个沟通 当初我们去考虑环保署 申办这个环保署項目的时候 其实有三方面我们在想的 第一方面就是在香港生活 每一个环节都不得不去考虑环保的概念 环保不单单是一个知识上高的形知 还要是一个执行 如何去做 是一个行为 这个我们希望大学生可以 首先就是生活环保化 环保生活化 第二件事我们想的就是 跟我们的实务研习或者服务研习 各方是很有关系的 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学生 学了这些知识之后 可以将这些知识传承开去 给社区的人士 都是认识环保的重要性 和在环保生活上高 是作为了贡献 而第三个目的是比较特别的 就是我们都很察觉到 整个香港的老化 而老一辈的人士 其实对环保意识真的不是那么强 但是谁来教他们呢 相对地就是说 年轻的那批虽然学校有得教 但是他们的行为 是不是这样做出来呢 所以我们也觉得 我们大学生 是可以承担到 环保教育的责任 所以我们当初 因应这三个主要的考虑 申办了环保署这个项目 如果说到环境保护 这个那么重要的课题 我想每一个人和机构 都会很乐意去支持的 而作为政府呢 也都是有责任 是有一个大头的作用的 那我们香港和其他千进的城市 其实都去面对一个处理废物的 一个很严峻的问题 那环顾四周呢 就所有一些千进城市 要处理废物呢 其实都是走不开 所以三方面要做事的 第一就是减废物 这个就是每一个市民和企业 都要减少废物出来 第二就是要用一些先进的科技 去处理它们 譬如烧了它 将它的体质减少 而最后呢 亦都是无可避免地 将它放入堆填区 那我们当然 很多市民都不会想有堆填区 不会想有一些焚化炉 那如果要减少这些设置的话 我们第一件事就是 在废物源头那里 就要真的减少很多 那这一件事呢 就不是说一个人可以做得到 就真的要整个社区 整个社会 是支持才做得到 那所以有这个领袖计划 可以透过培训一些领袖 将一些环保的信息 在社区那里介绍出去影响 因为社区领袖的一些周围的贫背 让他们可以做多一些 和环保有关的工作呢 其实是很有意义 还有呢 就是每一个人都会受惠的 作为一个成功的六四年就 我觉得首先要 自己有适合的知识 然后去进行一个探讨 比如说纸张要两面用 节约用水 还有少用一次性的餐具 令到大家更加了解 废物馆的知识 和环保的重要性 自己以身作者 将于知识和资讯 传播给其他人 让他们一个正确的观念 就是一个六十领袖